這個天堂W就是爛啦 抽卡的戰狀練功 百分之百是分的game 要是懷舊的遊戲 用最新的技術重置 那該會有多有感動 所以看到天堂W的開發消息 眼淚直接噴出來 這根本就是暗黑的畫面啦 天堂的經濟系統加上靈動的操作 我願稱之為神作 開服肯定要馬上入場 喔喔這畫面太真實太震撼 靈動的女藥精 絕驗的女法師 光是美術就可以讓我挺一年 再看劇情 廣大的世界觀 壯烈的英雄史 為了阻止惡魔學習大地 戰士們犧牲了自己患來和平 多麼感人的故事啊 接著就是操作性了 真的是大大大提升 很簡單就能鎖定怪物 施放技能直覺好懂 強化咒也可以自動施放 玩家只要專注於戰鬥 原來遊戲公司真的有在天王的意見 當初各種反人類不改是在憋大招 等到今天給我們最震撼的驚喜 感樂的幸運 感謝有你 偉大的旅程要開始了 然後從沒散布就卡住 不是吧 這個遊戲的星球期只有一天喔 劇情跑到魔法研究院 開始要玩家練功 接下來就是無盡的公布欄 然後去打100隻怪 獎勵爛就算了 敵人還硬到爆 任務越解越窮 連買水都會賠錢 這時候要提升角色能力 才能踏破這黑暗的大地 然後又到了讓人感動的課金環節了 超超樂開始 天堂W果然沒讓我失望 超低機率告訴玩家生命的真諦 那就是腳踏死地做任 想靠獨博法人會加速破產 所以無課的體驗就像創業失敗長子 早上風光出門 晚上就回家趁飯吃 我現在還在鬼行守村啊 因此想要享受壯闊真誠的朋友 不用下載了 天堂W果冒險距離 連入口的斬角都還不到啊 真的眼淚怪流出來 遊戲的內容根本是20年前的 如果硬要說天堂W的好處 那就是很適合老人家 站磚打怪反應蔓也能安心玩 勝負靠裝備花錢就能變強 過往很方便可以分心看股票 啊打人沒事非選起頭給黑道 衝裝各種迷信常被車手騙錢 沒事公平嘴炮正知無知菌 老害需要有個地方安置 天堂W就是收容他們的地方 避免這些負能量出來顛覆社會安寧 當然正常人也可以來玩 只是重複的任務沒有挑戰的副本 連想看妹子都不能轉視角 玩久了人也不正常了 神王開箱開起來 哇 冷凍豬腳啊 吃吃看 入口 恩 不油不膩 可是又肥又有勁 肉很有腳感 爽口 可是滿足 確實不錯 看色澤 紅光紅光的 豬皮Q彈彈 在冷藏過後 腳感又是要提升 香腸 焦焦的感覺 又涼又舒服 結論就是 把課金的錢 拿來買豬腳啦 我喜歡吃看 我們им進去的 水冷藏 做一個 一分明年 中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